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旗鼓雙鷹 我是運輪達 許志偉 今天收盤其實收得不好 來看一下 最後本來看似有買盤 有沒有看到 結果最後一盤五分鐘被打下來 我說哇 又被提款了 跌了340點 當然不是收最低 可是離最低也不遠 我說今天政府經濟有沒有互盤 絕對有 可是注意看 今天互盤互成怎麼樣 我這邊還給你整理出來 看一下 加權指數 收盤已經拉上去 最後被打回來 誰 台積電 聯發科 鴻海 富邦金 全部都一個樣 只有一檔台說話 沒有 其他的 都被打下來 誰啊 到底是誰 我說國安基金我本來想說 它已經互盤經驗那麼久了 可是我可能不是國安基金的 可能是四大基金吧 不一定 不過今天看得出來 有要互盤 互不動 為什麼 來 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 今天外資還是賣超 78億啊 我說你光是看到這個賣超78億 你就知道狀況 一直提醒大家 外資的賣超的趨勢是不變的 我被看那個一天兩天的買單 你要看的是一個格局趨勢啊 對不對 我說像今天 OK 台幣 一下子給你貶到 31.901了 好 我剛結出來 31.901 收到31.818 哇 這也是已經是 這五年多的一個什麼 台幣的新低點了 對不對 我說這種狀況是什麼意思 因為外資一路匯出嘛 他們要轉回去美國嘛 好 我之前的節目 已經一直提醒大家 這格局它一破30塊 哇 這個匯出的力道是強 那當然很多人都在討論 是不是要等到什麼 等到 就美國不升息再說 來跟大家介紹一個 這個 CME FED Watch 聯準會的升息機率表在這裡 百分比 注意看 它這一次升息到3.25% 升3碼 這裡有一個機率有沒有 這個是11月 11月要升 最高的機率是多少 升3碼是72.9%看到沒有 升3碼的機率是72.9% 而這一次目前預計的 最高的升息的位置要升到哪裡 來看一下 在這裡 來導播幫我放大一下 這是幾% 這是40.4% 最高在哪裡 在這裡 5% 注意看 目前看得到的 你說為什麼美國會這樣一路跌 就是因為他們現在看到的是 哇要升到5% 看了頭都暈了對不對 那明年不是今年 今年目前是預計 11月要升3碼 12月要升2碼 光是這個就已經下趴了所有的美股 下趴在這裡 全部都跌1點多 他們上個禮拜都跌4到6%不等 好到目前為止你看得到他低點嗎 你看不到 然後又有人來說 老師他又出現下影線 你看又有下影線 看到沒有 然後那斯達克呢 也有下影線 還有呢 費生半導體也有下影線 你看是不是低檔有買盤 我說你不要只看一天 老師之前已經一直在強調 我說一天是沒有辦法 決定他是不是要反轉 他有下影線 OK他下面有買盤沒有錯 可是他只跌了嗎 沒有吧 我之前也一直跟大家強調 我說只跌要有條件 什麼狀況下 只跌機率就高 不再破低吧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你要收紅啊 兩個條件都有出現嗎 完全沒有 又破低又收黑 你說這樣子有止跌嗎 然後像台股今天好 台股今天發生什麼事 今天的台股跌多少 跌不少來看一下 今天的台股在這兒 跌到哪 跌到 看一下這邊 13743 它是收一個長黑K 是跳空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是一個失望性的賣單出現 才會收在這麼低的位置 OK 那如果說以長線來看 我後來才去整理資料 要發現什麼 發現說 我在9月2號已經告訴你了 9月2號已經告訴你了 整個格局是什麼 就是一個空頭 而且這個下降趨勢這麼完美 看到沒有 然後跌有量反彈無量 跌有量反彈無量 到目前為止這個格局沒有變 這是9月初 現在都已經快9月底了吧 然後上次9月12號 繼續告訴你月中的時候 是不是一直以來都沒有變 我今天特別又把它拉出來 我還特別做一個紀錄 來看一下 先續破新第一嘛 來 這個時候是1月份 1月份 它第一次跌破什麼 景線的位置之後 這個幅度 跌破景線到一個低點 900點 然後反彈 再跌破 再下來這1150點 然後又反彈 然後再跌破 這個低點到這裡 1700點 然後現在又反彈 現在呢 剛跌破 這格局變了沒 沒有 到現在為止 這格局沒變 而且你要注意的是什麼 它跌破的幅度越來越大 這900 1,150 1,150 1,700 下來呢 不知道 很多老師在跟你講說 低點不遠 也有老師跟你講說 什麼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它空單要全部回補 要準備做多了 這個叫什麼 叫Modi 它沒有一個底部的概念 當然我這邊 當然我這邊我之前這兩個禮拜 一直跟大家提到有元月效應這回事 對不對 什麼元月效應 就元月份 農曆年前那一段 基本上會漲 為什麼會漲 其實它是有客觀因素 第一個 第四季通常是什麼 是電子股的旺季 好那時候月季正好 大家賺錢 因為有聖誕節 好 另外一個重點 因為要發年終獎金 對不對 你年終獎金有了 資金寬鬆了 你拿了年終獎金要幹嘛 除了消費以外 你就是要投資 所以市場的資金 才是推動整個價格 往上的一個主要動力 對不對 好那既然如此 那什麼時候會有一個低點 我前應該說 這兩個禮拜一直跟大家說 低點會在哪 10月到11月 這一段期間會有低點 然後今年剛好又是什麼 11月美國也要期中選舉 台灣也有地方政府的選舉 對不對 如果說是這種狀況 通常選舉之前 不會太難看 所以說我說 如果按照這個時程來看的話 應該在什麼時候會有 一個低點出現 我一直說就是10月到11月初吧 機率上相對高 所以說你這邊千萬不要急著去買 現在才10月底吧 9月底 9月還沒結束 你是不是等到10月 我說現在要靜待什麼 止跌訊號 止跌訊號我一直有跟大家做分享 剛剛也講什麼叫止跌 你不要再破低啊 你現在破低的時候跟我說 你要買進 我就覺得很詭異 你不怕這樣子一路跌 一路買 你到底有多少錢 難道我要反問你說 我知道你還有錢 這樣不是很奇怪嗎 我相信每個人都應該要把自己的本金給顧好 顧好之後你才要怎樣 找到一個好機會在進場 而不是隨便聽了人家說 我現在正便宜趕快買 結果一路跌的時候怎麼辦 很多人很多很多朋友 很多包含投資人 他掃描QR Code來問老師 老師怎麼辦 我說你什麼股票 然後就講一檔 很多航運股 甚至於台積電 買了滿手 現在沒現金 我說你先出一半 另外一半再說吧 對不對 跟著我們做 你相對安全多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跟大家分享 運達投顧 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 關心的是競爭力 更大難過 永遠值得托付 02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回來我們七股雙贏 剛講到 我們剛講到這張圖 來 你注意看 這張圖你會看到台股有多弱 它反彈就反彈到 之前跌破這個低點 看到沒有 然後又繼續跌 然後又反彈到之前的這個低點 又繼續跌 這一次是不是也是幾乎就來這 又繼續跌 你會看到台股怎麼這麼弱 已經從一月跌到現在 對不對 我說 當然我們有做多 對不對 我們在反彈的這一段 也會做多啊 也會賺錢啊 那現在跌勢 是不是相對 你是做多很難賺 今天你注意看 今天 漲加速73 跌加速1177 什麼意思 全市場幾乎都是跌的 我相信 這邊做多相對很辛苦 我也不否認說 我們之前買的 我們買什麼 我們買保存 我們買華新嘛 對不對 我們也小套啊 套個四五趴吧 差不多 可是格局對不對 很重要 他還沒有跌破我們該出場的點 我們就應該續爆 為什麼 盤只要一直穩 他就上了 好目前的狀況就是這樣 可是不對 我們就砍 我說老師一直在跟 我的會員朋友們溝通 我說不可能每一檔都賺 可是當你該走 老師都把風險控管在哪 10%以內 很少啊 對不對 而且我們有分批嘛 你這樣扣一扣 你一筆賠不到總資金的2% 這樣子 風控還做得不好嗎 很多人都不知道 一支股票跌個四五十% 他搞不好只有那一支股票 而且還是All in 我聽到太多人在那邊講 我就只做一檔 或者那個老師只做一檔 然後一次都全押 然後呢 賠死了 也沒賣 我說這樣怎麼做 對不對 我不對該砍啊 你要砍得下手啊 我相信我們的會員朋友 一定砍得下手 為什麼 因為就算你那一筆不對 你也只是小賠 我們做對的一檔 當初陽明光一檔三十幾% 對不對 隨便做空的也有十幾% 很多人問老師 老師現在還有做空嗎 有啊 可是因為節目朋友 大家不想要聽做空 那我就不要講就好了 對不對 可是觀念一定要給大家建立 什麼觀念 你一定要有風險控管的觀念 像當初在反彈 我說當初在反彈的階段 我不厭其煩的一直拿給大家看 我說你要留意什麼 什麼時候你逢高可以出 假設你現在手上有股票 你要記得 不管是大盤 加權指數 或者是個股都一樣 你只要反彈遇到大量套牢 遇到均線反壓 遇到破底前的低點 遇到忍受關卡 那個對你來講都是一個好的賣點 對不對 你看這張圖就知道了 是不是逢反彈遇到這 前低 遇到前低 你就是一個好的賣點 如果你有聽老師在那邊跟你講 你就知道了 對不對 那最近我看到一些 像是節目 就在講 開始在批評 批評什麼 批評政府 主要退休基金表現 賠錢 對不對 勞動 國保 退付都賠錢 我說 今年 一月跌到現在 你哪個基金不賠錢 而且他們買的絕對是大型股 這連想都不用想 不然他們要買什麼股票 台積電都不漲 對不對 所以我說 這些基金它有它的限制在 這個我們 我覺得不用去批評 這個我們要以長線的觀點來看 如果說OK 它很早期 就這樣 就已經投入台股市場 然後呢 它手上抱著台積電這樣 一路這樣上來 我相信一定是賺錢 這不用廢話 兩年前你去看台積電多少錢 我記得我之前在教課的時候 舉台積電的例子 那時候例子 台積電是50塊 100多塊 現在還在400多 台積電怎麼可能賠錢 而且你看 外資在賣鈔提款 誰 台積電 為什麼 他們早期已經買了那麼久 他們成本多少 在扣掉那些除息的什麼的 成本很低很低 現在隨便賣搞不好都賺10倍 所以你說 你怎麼去要求人家不要賣 沒辦法是人家的錢嘛 對不對 那我只能說 現在這個盤勢正在跌 不要急著怎樣 去買 去接刀子 時機都沒到 等止跌了再說吧 好 那現在我只能跟大家講 我說現在要幹嘛 觀察 觀察什麼 觀察我之前跟大家說明的 我說既然你不做空嘛 那你就要等時機 不做空的朋友等時機 做空積極的跟我們做的 OK你有看到做滑幫電 你賺錢 對不對 如果說你不做空沒關係 等時機啊等這個 還是等這些啊 車用網通電能生機還是等這些 還有一個解封概念 對不對 老師在那邊挑的股票 你也都看得到 什麼 低本易筆 營收成長 獲利成長 就是這一些股票 然後後面還有故事 這些股票自然會有機會 可是有時候我們不對 先閃再說嘛 我覺得這沒有差 等它對的時候再買回來就好 絕對是如此 不會跟你說給你一個夢 然後這邊不賣對不對 老師告訴你你該賣也不賣 好然後賠個5%8%不出 結果一跌跌20%了 你要不要出 我還在安慰你嗎 我覺得那沒有用 真正的做交易 真正要投入市場你要賺錢 你一定要做到什麼 你一定要做到什麼 你千萬不要大賠啊 你只要大賺小賺小賠 去除掉這個你合起來就會賺錢 時機不對就要等 而不是隨時盲目的我要投入 今天還有朋友來問我 老師那我現在可不可以空 然後看到空航運股 我說航運股可以 那人家問的 因為航運股我之前已經跟大家分享很久了 當它格局不對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再存有幻想 然後這兩天是不是又利空出來 然後今天又反映 哇跌多慘來看一下 航運股今天跌多慘 長榮萬海陽明 7.9%到8.6% 我說哇怎麼這麼慘啊 對不對 我說這什麼現象 哇因為現在利空來嘛 然後破底 到目前為止 根本就還沒有任何的低檔買盤 那既然是如此 OK人家要空 我說你就少量吧 畢竟當然現在正在跌 可是我們也不鼓勵人家去做空 做空是權宜之計嘛 像我們現在手上有多單有空單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盤式不對啊 我手上的多單我要去做所謂的風險對沖才行 這樣我們手上 客戶做多了或許目前是小套 可是做空的在賺錢啊 它是不是cover掉那個虧損 對不對 這個算是一個很高 算是比較高階的一個操作模式 很多人不懂 這也沒辦法啦 我只能說老師盡可能 我就是站在客戶的立場 站在我們會員朋友的立場 來著想說我要怎麼做 比較有機會賺錢 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在那邊拆 而不是在那邊安慰你 或者直接告訴你低點快來 你什麼條件說低點要來 對不對 你要講出個所以然來吧 完全沒有 那完全沒有的狀況下 你怎麼信他呢 對不對 老師在那邊交易有憑有據 盤式怎麼走 直接告訴你 我也不用跟你說 安慰你說馬上就要漲 沒有 格局不對就是不對 你要聽得進去就知道老師 到底已經勸大家勸多久了 對不對 我相信大家現在手上的股票 很少在賺錢的 如果說你不知道你的股票 到底還可不可以報 來 你掃描QAQ打電話來跟我們 老師來幫你 這邊如果說 你真的是不知道該做什麼事 老師告訴你該做什麼事 很多人套牢了 哇滿手股票怎麼辦 我直接跟你講 先出一半再說 套牢超過10%的先出一半吧 還沒有10%的 表示你那一張股票還滿強 還有機會 可是我只能說 現在還在跌 還沒止跌 你一定要控制好你的風險 千萬千萬 不要一直抱著產套的股票 這樣是對你的資金 運用是沒有用的 OK 我希望能夠幫助大家 今天節目到這為止 謝謝大家 好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